好,这手牌汤姆德万拿到了一手男人牌,翻牌击中一个天顺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大鹏的周 今天我们带来汤姆德万在百万美金豪克赛上的精彩表现 这个百万美金豪克赛是第二天的比赛 那今天新鲜吐鲁,第一时间更新给大家 这是一张七人桌,场上六位牌手的代入都是一百万刀 只有汉子的代入是一百五十万刀 然后上到盲主级别是小盲五百刀,大盲一千刀 那大盲安提两千刀 也就是说这个盲主啊,直接是三千五百刀,非常的夸张 这个盲主级别是比小盲一千,大盲两千还要大的一个比赛啊 就是说我们把第二个盲主算作大盲的话 其实每位选手的后收马量是不足五百个大盲的 但是一百万刀后收马量都没有五百个大盲啊,还是很夸张的 好,说话前汤姆德万拿到了一个暗三条 但是牌面迎来了双花面,这个暗三条是需要被保护的 汤姆德万主动下注五千刀,到刀Poke 刀Poke很快的选择了抗和牌一张草花K,牌面出花 而且是单张成花,这个花就比较容易出了 汤姆德万在前卫和牌控制 我们来看刀Poke 4-4有摊牌架势啊 这里打出来的话就是放弃摊牌架势去做Buff了 18500刀的踩石,我们来看刀Poke 下注三万刀,超持 这种情况下汤姆德万往往是想很长时间啊 都会选择跟注的 因为汤姆德万总是过度的去抓鸡 然后这个很少的去细牌啊 这个安三条在抓鸡牌里面是非常大的组合了 不用担心抓鸡没机大 对手能够在合牌打出一枪 overbat超持的话 那代表的牌力不光是铜花了 而且要是一个非常大的铜花 牌面发出了草花A草花K 那这里能打出超持下注的草花 基本上就是草花圈和草花钩了 而且不能拿到草花圈草花钩的组合 这样的话阻挡了汤姆德万的价值组合 比如说你拿一个草花10啊草花9这样的牌 那很难打出超持啊 打出超持很多情况下会去找跌 所以说汤姆德万需要去抓鸡的组合啊 就只有草花圈和草花钩了 只要确定对手没有这两张牌 都是可以选择靠的 因为草花10草花9不会这样去打 比赛打到现在进行了半个小时左右啊 前半个小时大家打的是不太激烈 我们来看汤姆德万 好想的时间非常久 最终选择了跟住抓鸡成功 然后汤姆德万在第一天的比赛里面是被胖揍了 然后最少的时候这个最少的时候筹码好像只有120万刀了 后来又慢慢打起来了一点 总体还是水下的 今天前半个小时打得非常稳健 即使是汤姆德万这种牌手啊 你让他去打这个百万美金豪克赛 尤其是连打个三四天 对他来讲也是有资金压力的 上一次汤姆德万在百万美金豪克赛上 和威斯利创造了德州库克电视转播史上最大的赛时 那手牌他拿了圈圈 然后威斯利拿了AK 翻后两位选手都是没有击中的情况下 到合牌啊 保持了两高张和超队的手牌 然后结果汤姆德万是抓鸡成功啊 收下一个310万刀的赛时 大家代入都是100多万刀的话 其实三位选手都推掉的话 就能破那个德州库克电视转播史上的记录啊 所以说我们也去期待一下 看看这个系列的比赛能不能搞出一些大动作 他们都拿到了两队 其中一个队子是攻队 这里面对刀扑克的下注 选择了靠 合牌一张黑桃五 牌面变成了双攻队 独王选择了过 刀扑克的七八黑桃能够在转牌打出来的话 就是bluff了啊 汤姆德万一个比较粘迟的牌手 他也不能指望着一条剑能够打掉对手 所以说合牌是再出一条剑 下注三万两千刀 到汤姆德万 汤姆德万又是一个抓鸡牌 这手牌去抓鸡的话 其实对手鸡的组合并不多啊 有什么说什么 转牌出A对手去打的话 牌面虽然说出了抽花抽顺 但是扛着攻队面 刀扑克会不会抽花抽顺零打呢 概率是很低的 所以说这手牌抓鸡的组合啊 是想不明白的 但实际上我们站在上低视角上来看 刀扑克只是拿到了七八黑桃 他在利用自己的位置优势啊 去打汤姆德万的棋牌率 其实打汤姆德万这种牌手的棋牌率 是不明智的啊 就是说很多人看了上一季里面 就是他和威斯利打出那个 哦汤姆德万选择了棋牌 那刀扑克投机成功 在电视转播桌上偷掉了汤姆德万 就说汤姆德万这种牌手 就是典型的刷机过渡 气牌不足 那你面对这样的牌手的话 最简单的策略就是多价值 然后双bluff 尽量不要去偷他的机 然后价值下注的话 可以提高自己的下注尺度 下注频率以及手牌范围啊 都是没问题的 当然没有人是不会被打掉的 不会被打掉的牌手往往都是支付机器啊 那汤姆德万也是会被炸糊走的 如果你的故事讲的特别好 恰好他的手牌又特别弱的话 他也是会负给你的 但是他的手牌大凡有一点点概念的话 在可抓可不抓的时候 他比普通的牌手啊 更倾向于去抓你的机 好这手牌汤姆德万拿到了一手男人牌 翻牌击中一个天顺 这个天顺是一个小天顺 这个小天顺需要去忌惮对手 K勾的组合 因为有这样的组合能够打翻后啊 同时支手牌又是gap 牌离封顶 需要去快打 那牌面在没有发出攻队 以及这个抽花组合的情况下 那汤姆德万在最前位 采取一个check call的策略 刀扑克的K8红心 加注到三万两千刀 Peter的顶两队 没有弃牌的理由啊 这里即使你是成手顺 我还是落后有追的 尤其是打一个多人采石 大家又是比较深仇的情况下 这里选择了跟注 到汤姆德万 反而是给了汤姆德万 去加注的机会 但汤姆德万的加注 就显得非常失牌了 在翻后 最前位采取一个check call的策略 结果有人加注以后 打出一个三拜 那几乎是没有什么投机了 同时这个采石会有点控不住 如果加注遭遇到对手的四拜 那就只有K9的组合了 汤姆德万想一下 选择了call 采石来到了十一万九千刀 转牌一张草花四 这是一张白牌 汤姆德万再次过牌 刀poke在翻后 抢到了顶端牌力的范围优势 这里也是选择了过牌 那把自己K勾的范围给过掉了 我们来看Peter 会不会认为自己的顶两队又大了 哦 真的大了 合牌发出一张圈 这样的话Peter拿到了葫芦 Peter拿到了葫芦 刀poke在转牌过牌的话 这手牌基本上就放弃了 就是希望翻后一条街 打出一个加注 能收就收了 收不掉的话也就算了 那合牌发出攻队以后 Peter是拿到了葫芦 他巴不得其他牌手 真的有这个勾巴和K勾的顺子 他们都按主动下注 我们来看尺度 打72,000刀的话 并不是一个阻止注 而是一个价值下注 希望去收到一些 Trips名三条 或者是带十的组合的一些价值 但是Peter拿到了圈石 这个圈石输什么吗 有输的牌吗 好像没有啊 这个圈石是最大的葫芦了 按照游戏规则 这里是必须去加注的 因为你在有利位置 拿到了最大的牌 面对下注 选择跟注的话 是有火牌嫌疑的 加注的话就看尺度了 72,000刀 跟注下来 踩实就来到了 263,000刀 再加注的尺度 可以打到15刀 20万刀左右 所以说这个下注 应该在20到25万刀之间了 Peter拿注码的方式很有意思啊 就是分了非常多次 非常非常多次 好 被加注出来以后 汤姆多安显得非常意外 加注到224,000刀 那汤姆多安 152,000刀 能够跟注 去开对方的底牌 这排讲真的啊 汤姆多安不是特别好弃的 真的不是特别好弃的 首先对方如果是K勾的话 很有可能就打不出来了 那如果是葫芦的话 其实有的组合只有圈十 十十九九这样的组合 没有什么圈四啊 这个这种组合 或者是四四的组合 是不存在的 那一般来讲是这样 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下注是一个阻止住 那阻止失败 面对加注 我们需要缝排 如果我们是一个偷鸡 那面对加注 即使对手也是空气 我们也需要弃牌 如果我们是价值下注 遭遇到对方的加注 那是有跟注频率的 要根据场上的情况来做决策 那一旦有跟注的频率 对汤姆多安来讲 就是一个非常难逃脱的局面了 尤其是现在给的赔率还是不错的 而且这个加注尺度 和我想象中差不多啊 就是跟注以后 再加注15到20万刀 那皮特走了一个 相对比较下行的一个尺度啊 就是加注了15万2000刀 这样的话 汤姆多安的跟注频率 会大大提升的 这个没办法 然后讲真的 汤姆多安在大盲位 拿到勾八去 Action打翻后的话 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 就是这么的不凑巧 遇到了对手的葫芦 这个牌无论如何 汤姆多安是不会再去三拜特对手了 三拜特对手就是放弃自己的摊牌价值去bluff了 而且一旦三拜特的话 这个尺度就完全控不住了 因为跟注的话 彩时就会来到56万7千刀 然后你再去加注的话 打一个30多万 那完全套时了 这个肯定是不会了 帕姆多安现在思考 就是看要跟注 还是负牌了 当你不知道怎么去决策的时候 一定要回忆一下 这个采石是怎么构建起来的 汤姆多安输什么 输大概率的圈10 101099 小概率的圈圈 圈9 还有44 对吧 圈圈和这个圈9 以及44的概率是很低的 其实主要就集中在圈10 99实时上 然后无论是这些手牌的哪一些手牌 都是在翻后很强力的手牌 主动打一枪 面对这个过牌加注 能够防守的组合 因为毕竟还输一个顺子 汤姆多安想的时间非常非常久 最终选择了跟注 给了皮特一个非常满的支付 最终这个采石定格在了56万7千刀 汤姆多安有些怀疑人生 那这手牌打完 汤姆多安是暂时水下整30万刀 而皮特是水上了31万9千刀 汤姆多安需要在后续的比赛里面 多多加油 不过不得不说的是汤姆多安真的老了 他这一套打法在之前的高额德州里面 非常的吃香啊 现在有点被标语的感觉了 好我们来看目前场上的成绩单 那排名第一的是皮特刚刚吃了汤姆多安一口 输最多的就是汤姆多安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汤姆多安